I will let you 你也 奇迹开始散步 你随着一个去不完 欢迎我们的舞动先锋 雷扬 春春 以往呢 我知道你也有很多的公益身份 比如说 中国红十字小天使基金的代言人 还有玉米爱心基金的代言人等等 那你觉得你现在 舞动先锋的这个身份 跟你以往的公益身份 有些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责任很大 那以前也 做过很多公益形象的代言人 但是这一次的是要通过自己去努力 然后自己去学习 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舞蹈 去号召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帮助我们的残疾人 是是是 所以说呢 这次的意义呢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大 而且我们春春的这个形象 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这是太适合了 同时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包括有很多的网友 都对你今天晚上的舞蹈的造型 还蛮感兴趣 今天晚上你会以什么造型出现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要先卖一个棺子 就是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服装 不一样的造型 然后会有一些突破 所谓的突破是什么 我觉得是服装吧 然后我最近也刚刚头发变了颜色 黑色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形象 全新的形象 对 但是有一点 有人会问到 会不会穿裙子 裙子啊 裙子 不告诉你们 不告诉大家 不告诉大家 对不告诉大家 那有关子 对不对 那再问一下 那你觉得有这么四组的选手当中 你觉得哪一组啊 是你心目当中的冠军人选 我觉得他们四组都是非常的努力 然后因为我一直就是关注我们的节目 然后包括他们在排练室的一些花絮的 我都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走到今天 大家都非常不容易 不管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挑战了自己 所以都是冠军 都是冠军 但是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是希望所有的选手 今天晚上都能够加油和努力 对 那说老实话 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给你自己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有吗 我觉得是我自己去排练 我也有一些亲身的接触 就是有一些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舞蹈 我其实也有那种跳不下去了 然后就是想坐下来 就想换掉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最后还是站起来了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上一期节目的一对残疾人 对 我看了当时我在电视机前面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看到现场很多艺人都流泪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被震撼到 这样之前我跟何老师有聊的时候 他们也说到他们看到那队残疾人士跳完舞之后 他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苦非常的累 在那一刻他们觉得这一切都不算小 是是是 那我们还记得呢 春春以前跳舞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啪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时你的舞蹈 对 当时你的舞蹈应该这样 模仿一下好不好 好 不要怪我啊 不会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啪 有吗 有这样吗 有有有有 但是现在如果在我们现场 如果你再用同样的这个唱的这句歌的话 你会用不一样的舞蹈来表现了 其实其实当时有这些动作 当时当时没有这么舒展了 对 就觉得那个时候相对来说的深处一些 但是通过这个节目以后呢 就会觉得现在的肢体就完全给释放开了 对对对 以后就可以尝试更高难度了 比如说批一字马呀什么的 哈哈 不会 好的 那我同时呢 我非常高兴看到春春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希望春春今天晚上你的舞蹈呢 能够挑战成功 好不好 那舞动奇迹开播一个月 带给我们很多难忘的画面 现在呢 就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各位明星 他们那些精彩的舞蹈 嗯 看看 好 OK 现在呢 依旧是春春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那么我们的舞动奇迹的总结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春春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哪一对选手 他们的离开是让你觉得最揪心的 我觉得有一位对我的感触很大 谁 就是周卫青 啊 因为他是完全 大家没有看过他跳舞的 然后他为了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他他去 嗯 在排列厅付出了很多的汗水 然后 嗯 最后他走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他的表情 然后就是那种笑笑的 然后我觉得他 而且我知道一个细节就是 他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不用 他跟我妈妈是一年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的周卫星老师呢 他每次在舞台上呢 都会把自己最大的活力给释放出来 是是是 而且是属于那种永远都不会服老 嗯 那么 有哪一个选手 就是在整个的比赛当中给你 就是 觉得他完全不可能完成这个动作 但是他后面 竟然可以完全地超越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选手 很多啊 我觉得 我觉得从 嗯 比赛的第一天到今天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不断地去 去挑战自己 不断地有突破 最让你意想不到的呢 你觉得 哇 他怎么会做得这么厉害 吴嘉乐 吴嘉乐 对 PK王 因为我从看他第一期 跳的那个 穿牛仔裤的那个 那个动作 到今天他可以就是 去 去跳Tango 所以我觉得他 很了不起 嗯 好的 其实我觉得呢 我们的每一位选手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那么希望他们今天晚上 能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来 同时也期待 春春今天晚上的表现 舞动奇迹的总决赛 大幕现在即将开始 让我们大家准备 一起来跳舞吧